只要你打這幾個hashtag 你就一定會看到現在韓國 流行什麼頭髮 有NARS的脫下膏 再加上MAC這枝掃 真的完全無敵 這枝是上次買新的粉底 很多人都問我有沒有用 我試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我覺得沒有MAC那枝遮瑕度那麼高 但其實都差不多夠用了 在相機面前 那些暗瘡印也不會浮出來 而且對我來說 我比較偏乾性皮膚 這個也挺保濕 所以我也挺喜歡用的 但它這個好處就是它超好推 這個粉底 它是比MAC更容易推開 而且它貼妝來說 就比MAC更貼 我自己覺得 現在就遮一遮 黑暗圈為止 這個真的超級超級好用 大家有暗瘡印的女生 必定要買的一個遮瑕膏 對上一次那一件已經用到這樣了 它是你拿少許的遮瑕膏在這裡 然後譬如我現在這裡有一顆大的暗瘡印 你這樣點一下中間 按一按它 然後再把這些旁邊的brand翻開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超級好用 斑的位置 都是這樣引引引引引引 有NAS的遮瑕膏 再加上MAC這支手 真的完全無敵 然後你看現在的底妝 就這樣上了一次的粉底液 然後少許的遮瑕膏精神了很多 而且皮膚Tone up了超多了 最近我化眼影的時候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拉上一點 看上去的人會精神一點 就由最底的底色開始 已經會有一點拉上去 深灰色我只加在眼尾的位置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簡單的 基本的顏色 做了一點輪廓的感覺 我現在就會上一些 深色一點 在眼角 還有一點粉紅色在中間 它中和一會兒胭脂 有一點粉紅色 之後就很簡單的 加上一點深色在眼尾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眼線筆方面超推薦 這支超級好用 畫一點在這裡 眼線筆方面會畫一點向上的效果 小小的一條就可以了 在這個中間至到這個位置 加上去 因為我們後面已經有剛剛拉下來的黑色 我們就只加這個中間的位置 前面會加一點閃粉 會比較韓系一點 所以前面也是不用畫就可以了 就加在前面這個位置 我今次也會用一個比較粉色一點的胭脂 在這個位置 而且塗胭脂的位置 會比較在這裡上一點的 在這裡開始 中間這裡掃上去 好 胭脂的部分我差不多了 也不會說是太誇張 太浮誇的 而且本身我自己的拳骨比較高 所以我不可以太浮誇的胭脂顏色 我自己的發鼻影是很喜歡用一些比較鬆一點的掃 會比較自然一點 而且它這個掃呢 發鼻這個位置就是剛剛好 這個位置 帶一點點啡色 這樣 勾過來 勾完這裡過來之後 這裡有個位置 你記住要推下去鬆一點 要不然它就會一個啡色的固定在這裡 就是你這樣推也好 用手指推也好 這裡要這樣推下去一點點 就是要做鼻膏的位置 這裡會比較誇張一點的 這個高光的顏色 所以不可以太大範圍用 臉的位置我只會加在這裡一點點 看上去飽滿一點點的感覺 而且這個高光真的超誇張 我不敢用太多 要不然我真的 因為這裡一笑 好像整個臉都打了玻尿酸 很誇張的 特別是在家的時候還好 如果有太陽一射下來 我還打到整個臉都是光影的話 我樣子會超級恐怖 所以不可以加太多 適可而止 其實現在已經算是很多了 所以要印一印回去 不可以太誇張 記住定妝的時候 譬如像這些 有比較明顯的暗瘡印 就要一點點力 壓實一點點 比較容易脫妝的位置 鼻翼位 下巴位 就在這裡 OK 搞定 好 現在就搞定了整個妝容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去到頭髮的部分 就一起夾一夾頭髮 這裡前陰的部分 這樣頂一頂回形 因為剛剛已經夾到歪了頭髮 有時候我都試過收到直接訊息 問我 Oyen 怎麼才知道最近韓國流行些什麼 化些什麼妝 又或者是去剪頭髮的時候 我想試試剪我的髮型 叫什麼名字 又或者染什麼顏色等等的問題 其實我每一次去剪頭髮的時候 我都是自己做一做research 做過資料搜集 所以我會把我平時搜尋的hashtag放在這裡 大家就可以去剪頭髮的時候去看一看 只要你打這幾個hashtag 你就一定會看到現在韓國流行什麼頭髮 一定全部都是layer cut的 有些很多比較正在做fashion行業的人 韓國這邊全部都是染上highlight 你看看模特兒 要不就全黑色頭髮 然後就剪了layer cut 大家如果想跟上這個潮流 也可以找一下我剛剛給大家的hashtag 現在就剩下上面這個部分 上面這個部分就是要夾一點點彎 還有這裡的髮根不要太貼頭皮就可以了 這些髮底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有時候是新手夾頭髮夾得不好的話 可能上面會起角 所以我自己會避免有失手的情況 我自己比較多是夾頭髮的髮底開始 我剛剛夾完第一針 然後現在就第二針 跟這裏的髮質 我剛剛也要在 Mickey Mouse上 然後都穿上去 我剛剛也要在外面和上一個髮根 我剛剛都要穿上去 韓國女生上去的時候 超級重視這個細節的 所以如果你外出是穿唇色衣服 說是這樣的話 就一定會加一條小鍊在這裡 那就帶來給大家看看效果 很多人都問韓式的style是怎樣穿 在穿西褲的時候就搭配這種比較casual的波鞋就可以了 現在就穿了整套給大家看 然後再煮到水中就算了 還要把水中藍隊納入 再煮到水中有些水中的水中 還要做一次 然後再煮到水中浴炭 然後再煮到水中 如果一切煮到水中 就沒出現就煮到水中 但我不會太煮到水中 就沒就煮到水中 然後再煮到水中 更煮到水中 就不出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